吹着凉凉海风 大批海豚在船边伴游 游客兴奋拿起手机狂拍 迎接暑假第一个周末 华联赏金船也涌现人潮 有啊有啊 然后因为我刚坐在船头 所以就看很多海豚在我的脚底下游 就觉得很特别超级可爱 我从大陆来了 专门来台湾看这个 那在大陆没看过啊 在大陆还没有这么懒的嘛 就很高兴 配合16到22岁文化币优惠 只要使用点数就能免费出海赏金 希望能借此振兴花莲观光 再将镜头带到桃园 餐身配上一整片莲花 透过镜头就能感受到 满满夏日氛围 一年一度位在桃园观音的莲花季 虽然第一周花矿只会开4到5成 但开幕第一天一早 还是有不少游客 甚至特别换上旗袍 准备大拍美照 因为白天太热了 想说早点出门 还蛮漂亮的 这边都已经盛开了 莲花真的好美 但天气也真的好热 游游客选择到苏澳冷泉玩玩水 小朋友们泡在水里兴奋打闹 即便整身衣服湿掉 大人小孩照样玩得好开心 全身都涼化起来 很酥 皮肤有点刺刺 皮肤有点刺刺的 另外新竹六福村也是一开园 就涌现排队人潮 有游客永衣有貌都准备好 就是要来庆量一下 小孩子已经放假了 天气热 所以带他们来 所以要有决定消失 里头恰恰 民众把握好机会出游避暑 全台各景点陆续都能感受到 暑假热闹围 当时就有黄一鸣、黄旗东、黄俊远、尼克隆总和报导